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子 你说谁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看来我不跟你动真格的 我就是不是莫菲林 果果正如起袖子 准备再战一场时 被少婉喊了停 谁都宠着他 唯独少婉倒是大胆咧咧 该发变法 所以还是有点顾忌的 只能乖乖地站到了莫渊的身边喊了声 爹 还不忘晃了晃莫渊的胳膊 你别闹了 你再闹你也打不过他 莫渊小声说道 果果不一说道 爹 你怎么长他人稚气 念女儿威风啊 我说了不要紧 可没面子的是爹 莫渊说道 果果 你可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 果果重新打量了滚滚 仔细看了看 莫渊说道 他是你九姨的儿子 东华帝君之子 是啊 果果 他是我的儿子 也是你的哥哥 晨曦 快来 拜见你的少婉姑姑和莫渊上神 玉西招手 滚滚走上前去 是 娘亲 滚滚行了个大礼说道 晨曦拜见少婉姑姑 莫渊上神 莫渊说道 嗯 起来吧 大家纪念序话 蝶峰 你先带大家下去吧 是 师父 蝶峰带走了弟子们 东华帝君玉西 莫渊少婉 滚滚 果果则进了大殿 长辈们走在前面 滚滚和果果走在后面 果果这个字来熟的 还轻溺地挽上了滚滚的哥哥说道 听说你比我大 我该叫你哥哥 嗯 我确实比你大 不过你好歹也是女孩子 这么晚着我不合适吧 滚滚眉头紧皱想要扒开果果的手 但果果却不以为然道 我都不介意 你介意什么 男女说说不清 滚滚用了力 扒开了果果的手 快步走到了玉西的身边站定 避开了果果的眼神 这让果果很不爽 大家都坐了下来 莫渊说道 帝君 小九请用茶 客气 东华帝君简略地回应道 莫渊上神 婉姐姐 那滚滚拜师之事 玉西喝了口茶 直接开口问了 她既任女君多年 又是天外天的凤与公主 这些场面已经很熟练了 收下了 少婉虽然只说了三个字 可那语气豪气得很 陈希 还不快来拜师 东华帝君朝着滚滚使了对眼色 滚滚点点头 走到殿中央 恭敬地跪下 行礼道 陈希拜见师父 师娘 莫渊点点头 起来吧 从今日起 就是我昆仑须的第十九个弟子了 陈希回答道 是 师父 来来来 再叫声师娘听听 少婉给了东华帝君一个得意的眼神 感觉有种东华帝君把养送入虎口的感觉 是 师娘 滚滚很是听话的叫为一生师娘 让一旁的东华帝君颇为嫌弃道 你这昆仑须这么多的弟子叫你师娘 你倒是听了不嫌逆 哎 你说对了 祖宗我就是听不嫌逆 更何况你东华帝君之子 拜祖宗我家的阿渊为师 叫祖宗我一生师娘 这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啊 果果也来了兴致 很兴奋地说道 她是小十九 我是小十八 那我岂不是她师姐 哎呦 我终于不是最小的了 快快快 叫我一生师姐 滚滚很是无奈 怎么都不肯开口 心里直直地默念着这个疯丫头 眼前的师父看着这么儒雅 怎么会有如此的一个女儿 真是不可理喻 菲林 晨曦是哥哥 你就别为难她了 墨渊替滚滚解了尾 果果喊了一声 憋 菲林 你是不是又想去给仙鹤洗澡去了 少晚看了果果 怎么说东华帝君和玉西还在此 不能随便胡来 说道 还不带着哥哥 下去认识一下师兄们 哦 知道了 哥哥 请随妹妹来 果果恶狠狠地说道 冲着滚滚几眉弄眼的 一股要求后算账的架势 父君 娘亲 儿臣告退 师父师娘 徒儿告退 滚滚很试试的礼数 让东华帝君和玉西颇为骄傲 墨渊很试欣慰 少晚更是打心眼而喜欢 而果果则是鲜明对比了 这性子与年少时的少晚如出一辙 说道 久仪 久仪父 爹娘 我走了 话音刚落 便拉上了滚滚的胳膊 跟我走吧 滚滚一眼无奈 玉西来之前说了好多次 果果是妹妹 不能欺负了妹妹 怎么办 便任凭果果拉着 走出了大殿 小羽毛 新哥 你家这小子 倒是教得挺好的 挺像年少的东华帝君的 少晚称赞道 嗯 我记得墨渊上神年少时 也挺好的 怎么 东华帝君话说了半句 没有接着往下说了 在座的人 怎么会不知道他接下去没有说完的话呢 嗯 飞灵性子也了些 昆仑须就看一个女娃娃 师兄们都宠着 惯坏了 是该好生约束了 墨渊倒是实打实地接上了话茶 东华帝君说道 嗯 墨渊圣神所言极是 别像某些人成天惹是生非便可 嘿 东华 你故意的是不是 祖宗我啥样 我们家阿渊最清楚了 你少在这儿装得很了解祖宗我似的 少晚瞥了眼东华帝君说道 哎呀 你们两个都老大不晓得 幸好孩子们不在 环豆嘴 我就喜欢飞灵的性子 我觉得这可爱得很 玉玺打了圆场 少晚问道 是吗 是吗 小羽毛 你喜欢啊 那给你做儿媳妇可好 不要 我不同意 东华帝君一口回绝 晚晚 此时再斟酌斟酌吧 墨渊也劝了劝 这一个进而的上赶着 搞得他家果果家不出去似的 玉玺喝了一口茶说道 依我看啊 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自己出着 反正滚滚在昆仑须拜师学艺 这成不成还得看他们自己 我们定了什么没用 是吧 婉姐姐 嗯 少晚门头点点了说道 今日吃了饭再走吧 好啊 看来我们来的是巧啊 真真 今日不用你做饭了 我们有饭吃了 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 玉玺回头一看 没有想到哲言和白真 带着圆圆也来了 哲言 四叔 圆圆 你们怎么来了 玉玺好奇地问道 怎么就许你们来 不许我们来啊 哲言冲着东华帝君和墨渊点点头 打了个招呼 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白真行礼道 白真见过上神 十足 上神客气 请坐 墨渊点点头 示意白真请坐 如何了 滚滚呢 还有你们家那只小凤凰呢 有没有打一架 哲言还真来看热闹的 如你所愿 玉玺无奈地回道 还真打了 真真 如何 你看我说对了吧 哲言冲着白真炫耀了番 好 算你赢了 白真随意地回应道 东华帝君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嘴角上扬 倒也没有说什么 老凤凰 感情你是来瞧热闹的 可惜啊 你来晚了 少婉又对上哲言了 看他穿着粉 依旧不舒服 哲言无所谓地说道 没关系 我来猜猜 谁赢了 肯定是滚滚赢了吧 你才会如此气急败坏 少婉说道 没错 是滚滚赢了 不过呢 祖宗我不气 也不急 他现在是我昆仑戌弟子 得了个这么厉害的弟子 祖宗我高兴 绝言看了看东华帝君和玉西 点点头说道 哎呦 那是该恭喜恭喜了 少婉说道 这才像句凤凰话 行了 今日就留在这儿吃饭吧 小羽毛 我们走 准备饭去 我看你是让汐儿去做饭吧 而不是你做 再说了 你会吗 这回是东华帝君不乐意了 这百年了就是让玉西去做饭的 东华 好了 我去去就回 你现在在这儿跟他们说说话 玉西抢先回了话 免得二人又闹腾起来 两个老小孩 倒跟果果和滚滚一般了 折腾了半晌 滚滚和圆圆都拜了师 一大家子也吃了饭 东华帝君和玉西又盯住了几句滚滚 才放心的离开了昆文须 回九重天阙去了 临走前 东华帝君取出了须顶中的圣辰剑地给墨渊 告诉墨渊等滚滚飞升了上线再给他使用 墨渊接过后了然的点了点头 两万年以来 圆圆一直待在桃林 琴棋书画 仙法 剑术均有了质得的提升 折颜倒是没有框玉西 再加上白真的监督 圆圆的异于常人的天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